wordpress.org基金會的一個介紹 那wordpress是個內源的網站內容管理系統 它可以讓你做一些漂亮的網站等等 不過呢這邊獲得這個是什麼 你要這個的話你必須要一個網站空間 要去租一個網站空間 它這邊只提供這個程式給你而已喔 你可以下載這個版本 再講一遍它只提供這個程式 所以你必須要網站空間 才能夠使用才可以去安裝這個 自己加伺服器難度有點高啦 所以呢它另外一個有個商業單位 這個 這個 喔這是個商業單位 這是人家註冊 我們可以從這裡先申請一個免費的網站 先練習一些基本的操作 那後面江老師可能也許會帶你們到別的網站去 它有更好的功能 因為這主要課程是江老師規劃的 前面三次我教 來這裡到這裡來 那從這裡來呢 好 好我先登出一下好了 我先登出一下 這個 這是我個人的商品 我先登出一下 好當你打這個的時候 當然進到這裡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跟它做登錄 這裡可以註冊免費方法 這邊我們稍微提一下 它這邊有些什麼 它可以做網誌 我們現在練習一下網誌 它可以做網站喔 可以做電子商 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這邊呢 它這邊有些功能你可以看到 它有些布景主題 有些外掛程式 可以加很多功能 那布景主題就是 網站的一些背景 或是圖樣的設計 它提供給你的 那當然這個商業單位是要錢的 不過這邊有提供免費的方案 我們點一下這個看一下 這裡呢 它說最便宜的方案是在這裡 一個月130 不過是一年結帳一次 你也可以給它240 有什麼不同 這邊有寫 細節我們就不去看 這邊來看這個 你本來如果說 老師我想在自己下來安裝 你還是要去租用一個網站空間 而且要提供這樣的服務 你才能安裝喔 這個在家裡恐怕很難去自己做 所以通常都要自己去下這個地方 你要看一下 那在這個wordpress.com有個好處 它可以提供什麼 免費方案 可以點這起來 免費方案的時候呢 首先呢 你可以用你的Google帳號登錄 你可以給他一個Google帳號去做登錄進來 那等一下呢 我們登錄進去的時候 他會問你一個名稱叫網運名稱 所謂網運名稱是什麼 譬如說我打這個聯合報 聯合報網址是這個 這個是花錢去買的 國際有個組織在管理網運名稱 一年大概 現在大概六七百塊吧 每個單位有點不一樣 這個 那你要去買這個 所以待會你在登錄的時候 他會問你網運名稱自己打 那這個網運名稱全世界唯一 只有一個 所以等一下 那我已經申請過了啦 所以我這樣沒有辦法 再申請第二次給你看 等一下就請你這邊先用Google帳號登錄 然後隔壁同學稍微幫一下忙